至少从7月18月到21日4天,无锡是妇幼保健院妇科大楼暂时关闭,又抓人看守,问其原因,正在装恐。 本文图片澎派新闻记者陈竹图,出生30天了,小范琳还没怎么见过妈妈,生产12天后,妈妈范琳便应感染性休克,被送入重重监护室抢救,至今没有清醒。 它生产的,无锡是妇幼保健院,一位副院长对澎湃新闻,www.cpaper.cn介绍,28岁的范琳是因产后抵抗率下降,条件致病菌导致的感染,这种炎小炎月球菌,本身存在于人体,但在抵抗率下降后,会由原稳不致病变为致病菌,这或许是一次正常的感染, 直到更多类似病例,近期在该院出现,经澎派新闻记者多方调查核实,2018年5月至今,两个月内,至少有四名患者,在无锡是妇幼保健院接受手术后发生了感染,其中两位是产妇,另二位分别来自妇科,计划生育科。 无锡是妇幼保健院似乎对这些感染有所反应,先是妇科大楼手术室三楼连续几日关闭,接着产科,计划生育科开始消毒杀菌,一系列动作,引起了内部的议论和种种猜测。 对此,7月26日,无锡是妇幼保健院一位奔管副院长,向澎派新闻记者明确表示,除患者填销,接受妇科手术后死亡的患者,却属院内感染,其他三位患者,均被院内感染,且院方未在这些病例当中,找到共同因素。 院方认为,这些病例,也非手术器械的微消毒干净导致。 7月26日,无锡是妇纪委医正医管处负责人,李明根,对澎派新闻记者表示,紧一例院感是院方自查的结论,但无锡是妇纪委目前仍在调查,想不能排除发生多例,院内感染的嫌疑,不排除婚少报,路报感染案例,从而影响到专家对院感爆发与否的判断。 李明刚对澎派新闻称,专家足夹全面核查这一阶段的每一份病例,范林,浓坏的细菌培养结果,被烟霞演练求菌,产后抵抗力下降,条件致病菌导致感染。 7月19日下午6点过,澎派新闻记者,赶到无锡是人民重症监护士时,范林的爸爸妈妈,丈夫都在病房外守着,这是范林转到ICU的第七天。 透过重症监护士的玻璃门,范宇江看到妻子神态安静,虽有人工心肺机器,CMOTY磨粉养殼,提供呼吸循环支持,但这几天情况越来越不好了,昨天肾脏开始恶化。 今天皮肤出现血泡,浮肿,范宇江说,医生告诉她,范林的心脏也许会慢慢恢复跳动,但即便醒过来,也可能因为大脑缺氧太久,成为植物人。 范林的妈妈已经说不出话来,她不愿回忆女儿的病情,只拿着一个小垫子坐地上,正对着重症监护士紧闭的大门,不停祷告范林挺住,范林挺住。 尽管十多天前范林出现过心脏周瓶,瞳孔放大,但范妈妈却觉得,只要医生还未宣布死亡,女儿或许还有救。 范林去年结婚后,于今年6月27日顺产,生下小范林,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由于齿骨分离,范林生产时受了不少疼痛,在4天后出院在家,腹痛一直持续。 7月10日,因腹痛难忍,范林来到无锡市妇幼保健院B超检查,在盆腔处第一次发现一大包块,直径大于10厘米。 根据病例,医生认为包块有浓重可能,后来证明是幼卵巢性包块,半幼侧疏书满管机笼,挂了两天盐水后,7月11日晚,决定时师傅敲进下检查树。 钱宇江说,那是妻子范林最后一次清醒的时候,7月11日当天,无锡市妇幼保健院麻醉术前,保湿记录显示,在意识,瞳孔一来,麻醉师格化了清醒。 正常,手术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期间,钱宇将签了几次知情同医书。 当晚,无锡市妇幼院下达并未通知书,次日凌晨3点,范林转入无锡市人民重症监护士抢救。 昏迷至今,两个月内至少出现次例感染,无锡市妇幼保健院的出院记录显示,有无锡市妇幼转院到无锡市人民ICU重症监护士时。 范林的诊断结果未感染性休克,有数万万万潮浓肿,盆腔三连,因此,7月11日手术到晚,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取农业检验,细菌培养结果是,烟霞炎炼球菌,这是一种存在于人类口腔和胃肠道的正强菌群,又引起脓肿和全身感染的能力。 十几天内,另一位产妇在无锡市妇幼保健院生产之后,也发生感染,并引起肺酸色。 不过,与范林不同,这位产妇感染细菌为大成IC氏菌。 除了产科以外,妇科的田肖,计划生育科的王迪化名,均在无锡市妇幼保健院接受手术后发生感染,且出现了发热、疼痛等相同症状。 50多岁的王迪在7月11日做完取还手术后不久,开始发烧,在之后的救治中将其自宫切除。 如今仍在无锡市妇幼保健院住院,彭台新闻记者看到,原本是两人一间的病房,仅安排了王迪一名患者。 王迪说,他并不清楚自己感染了什么细菌,指标本检测了,但跟我们说没有细菌,由于还在住院,他不愿将此事伸张,也被复印病例。 田肖全血的细菌培养结果是产气甲母感菌,30岁的田肖被诊断为C2级,宫颈进入癌的癌前期病变,在接受宫腔镜下宫颈病变店结束26天后死亡。 此因为,农毒性休克,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在其手术后第六天,取田血标本检测,细菌培养结果是产气甲母感菌。 田肖家属没有想到,一个医生口中的小手术,竟会造成生理死别,双方如今正在走法律程序。 从病例上来看,这场手术似乎进行顺利,手术记录显示,手术仅持续了25分钟,手术经过顺利,术中生命体征安稳,术后安法,田肖原本应于5月21日出院。 当厄运赤字手术后此天降临,5月19日田肖开始发烧,并出现反复,21日日时,体温一烧到39.5度,按时几个小时后,田肖突发高烧,无锡市妇幼抢救到当晚西点吧,之后转远至200米开外的无锡市第二人年,无锡大院随后下的并未通知书表明,田肖系感染性休克,丢消耗性命确变。 脑袋出血,消化到出血等,对于那天的抢救,家属质疑对病情的微重程度毫无察觉,因为抢救当时,无锡市妇幼保健院根本没有告知是感染性休克,也没有与他们家属沟通过。 那家属在现存病例里,发现了三分五月二十二日手术时的医患沟通记录,下面却没有患者或患者家属的签名,仅有签名,其中两张沟通记录内容完全一致,几千名位置不同。 正式在这三张记录里,无锡市妇幼说明了田肖当时病情的严重性,患者下午三点再次突发高热,考虑感染性休克。 比克前期,拱腔禁术后,上呼吸的感染,有危机生命可能?对此,的回应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无锡市未继位则表示,可以在抢救后六小时内完善病例。 有知情医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近期,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内部议论纷纷,有医生说,手术感染患者可能只剩五六人,还有医生甚至表示比这个数字还要多。 但澎湃新闻记者未能找到更多的患者予以何时,澎湃新闻记者向无锡市妇幼保健院采访时,要求记者先行提供已掌握的四个病例。 再来分别回答,原因是感染在妇科患者里面比较普遍,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妇科们这病人都是因为严征。 上述患者家属告诉记者,院方对病情问题几乎不回应,他们至今不清楚家人的感染的原因,记者采访发现,上述四例患者及家属之间彼此不认识,并不知道对方也发生了感染的情况。 田肖家属好几次向院方询问,家属方称,院方直接跳过感染原因,只谈赔偿。 7月23日,范林家属与院方沟通,同志前相比,的态度陡然发生转变,不赔偿,要么调解,要么走法律程序。 王笛也说,取标本检测了,但跟我们说没有细菌,上述说法遭到院方否认,医生肯定已经告知了病人,感染了什么细菌。 7月26日,该院一位分管副院长相记者确认,上述四例,几田肖为怨感。 其他三例均非怨感,判断依据是,从病史、病例过程,从实验室检查结果讨论得出。 他介绍,怨感是入院后48小时,和出院后48小时发生的感染。 由于田肖手术前并未感染,手术后一直在,所以确定是获得性感染。 而另外三个患者,住院时并无发热症状,且相关病例无法证明,是在出院后48小时内出现发热,因此判定并非怨感。 院方称,唯一的怨感患者,田肖的感染原因是术后抵抗力下降,条件是病菌导致感染。 院方称,范林同田肖一样,也是差后抵抗力下降,条件是病菌导致的感染。 但这名副院长说,这种烟狭炎炎球菌一旦发病,短时间内病情非常凶险。 至于时间多短,他表示这是他从业三十多年来遇到的第一例该细菌感染。 另外两位则是数前便有潜在的感染因素,而手术触发了感染。 这是院方自查的结论,我们派出的专家组,目前仍在调查,尚不能排除发生其他三例院内感染的嫌疑。 无锡数位纪委李明刚向澎湃新闻表示,据这位负责人介绍,七月中旬,无锡数位纪委或者两名产妇发生感染后,一派专家组前往核查。 目前判断,这次感染事件不是爆发,而是散发的。 所谓散发,是住院病人中一般发病率水平,医学上肯定有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 所以,从宏观上,国家要求将院感发生率控制在3%左右,我们就认为院感疾控是到位的。 区别于散发的一般性,院感爆发是同一个菌种在同一个手术室或者病区的时间内发生三例以上感染病例的现象。 院感爆发,意味着该院院感疾控存在问题,会让整改,甚至停止手术。 而这些案例涉及三个菌种,其来自三个科室。 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无稀数为纪委表示,仅知小三个感染病例,另外一例亡敌,由于并非是院产妇,且没有造成死亡。 因此,院内被上报,不排除会少报,露爆感染案例的情况,进而会影响到专家,对院感爆发与否的判断。 无稀数为纪委相关负责人,对澎湃新闻表示,专家足将全面核查这一阶段的每一份病例,比如,孕妇是产生孩子,用了抗生素,用的时间比较长。 那么,需要给我一个解释,该负责人说,消毒不干净导致。 在前几天,据无稀致富有保健院,一些医生表示,内部展开调查室,有医生猜测可能是手术器械或用品消毒不干净所致,否则怎么会多个科室,先后都出现感染。 有院内医生透露,消毒供应室,负责对全院的器材和物品进行严密消毒,但该院的消毒供应室却是临时的,空间不够,连消毒锅都只能放下一个。 据介绍,该院的消毒供应间,原本位于爱因病房大楼复一楼,自从今年年初大楼启动改造,复一楼的消毒供应间,便搬到了现在所在的位置。 在临时消毒供应室,年初由于大楼改建,在弯至这里,澎湃新闻记者看到,消毒供应间位于的西南边,是一块相对独立的区域,与逐济大楼隔离,相当于四五间门面方沿着围墙并排着。 从外观看,有点像工地上临时搭建的板房,还有一种猜测称,刚才今年五月份,更换了一次性手术用品的供应商,是否是这些用品消毒不合格? 澎湃新闻记者搜索发现,无锡市妇幼保健院曾在五月三日对外招标一批一次性手术用品,包括可吸收长线抗救微调防刺伤针,与骨线,微管针筒,一次性使用灌注器, 女性是紫,玻璃体温计,风口性能测试条,中性电击弹机,一次性使用音量扩张器,一次性使用线电电击片,消融电击率刀刀头,一次性使用吸引连接管,但众标单位并未公布。 对于上述猜测,无锡市妇幼保健院一位副院长回应,我很负责任的说,所有手术器械和环境都是达标的,没有任何问题,他说,消毒供应室,确实是因大楼改建临时搬过去的,但是一切消毒设施等真是达标的,机控中心会定时监测,我们自己也会监测。 上述无锡市未继维医症医管处负责人李明刚也表示,无锡市疾控中心6月份采样结果来看,手术器械和用品的消毒是达标的。 此前,有医生透露,无锡市疾控中心已经来采样,发现消毒手术方不合格,但对此情况并不认同。 澎湃新闻记者于7月25日,向无锡市疾控中心,询问近期是否对无锡市妇幼保健院抽查,对方表示近期没有抽查过,最近一次是在两三个月以前了。 当时抽查达标,发生多几感染后,由否采取相应措施,无锡市妇幼保健院一名副院长称,出现填销感染病例后,由于产气夹膜感症我们以前没有,所以我们在6月22日到23日,进行了一个全院性的加强消杀消毒杀菌,避免再一次出现。 近期,没有类似的事情出现。澎湃新闻记者在无锡现场走访调查多日,发现该院复科大楼三楼手术室,至少在7月18日到21日4天算式关闭,又抓人看守。 当被问及原因,对方回答正在装恐。该院产科,计划生育科手术室,也在近期相继暂停手术,进行消杀。 不过,对记者的回答是信美年常规动作,但无锡是为纪委医正医管处负责人李宁刚,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去向他们汇报,出现感染后,在内部组织了排查,并且正在对每个手术室进行消杀。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